高雄地区的风雨是缓和了许多 那我们的记者人也来到了旗津 现在旗津最新的状况如何 联系给记者蔡孟俊 我们现在记者持续温宜守候在高雄市的旗津区 我们可以看到旗津的老街上面 一整排的店家基本上都没有开门做生意的 除了一些便利商店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路上也是冷冷清清的 不过现在另外一旁也是没有人做生意 但是现在还是有部分的海产店 今天还是持续来开门来营业 但至于为什么要来营业 我们听一看店家怎么说 姐姐我们问一下 今天大概来客量的购买是怎么做 今天的客人是比较少了很多 上爱机车 差不多 做差不多还不到两成的客人 对 听话好像今天好像也是因为 明天有订单差不多不开门 对 因为就是明天有订单 所以我们今天就遇见做一些明天的货员 啊 顺便就出来做一下 今天大概来的几组可以吗 差不多六七组吧 但是比平常比较的 少很多啦 因为平常我们像这个 我们差不多要坐到楼上去 那我们可以听到店家就表示呢 今天呢是比平常时 因为平常时在旗津其实是会有很多的 游客的 但是呢 现在呢 他们还是持续营业 是因为明天呢 会有一笔订单 因此呢 今天还是不得不来做深野营业 那根据中央气象局势表示呢 在高雄地区呢 今天下午还是有可能风级会来到时级 那尽管呢 现在台风已经慢慢逐渐远离台湾了 但是呢 还是呼吁民众可千万不可大意哦 那以上是来自高雄期间的最新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碰呢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